如果大家善意的來解決事情的話 我隨時都在台北市政府等你 這個好 既然柯P這樣講的話 我們隨時到台北市政府找柯P 郭台銘 柯文哲因為照標案隔空交戰 模仿天王郭子前 一個人就搞定 不然就拿去破銅爛鐵 是可以賣一些錢的嗎 當然我是說這個我不喜歡 就把它當成破銅爛鐵 不管是表情還是語調 郭子前學誰向誰 這位剛好搭上柯P旋風 讓模仿天王 再次淡紅 只要被你模仿都是紅的啦 真的嗎 是不是啊 我想是應該這樣子 沒有看的觀眾朋友 我會把它公佈在網站上 節目裡隨便Cue一下 郭子前 柯文哲傻傻分不清 看到這個分身 連本尊也無法招架 他很早就弄起來 我想是這樣子啦 他可能站在這個本尊旁邊 我是有點驚嚇過度 就是看準模仿魅力 有六個科技大廠尾牙 指定找郭子前來模仿 柯市長炒氣氛 一場約50萬 共撈300萬 而模仿節目製作人王偉忠 也打算讓模仿秀再度復活 本裝隨時可以模仿這個 又隨時可以模仿另外一個角色 好幾個角色加在一起 反而比較有趣嘛 一連串的柯文哲現象 也看得出來直接衝擊 演藝圈的模仿生態 記者 綜合不到